Hello大家好,我是邱迪 1920的CV赛季目前已经进行了七轮 81队19岁的小将郭浩文表现并不及预期 在场均18.7分钟的上场时间里 郭浩文场均得到8分,三篮板,1.7次助攻 整体数据较至新秀赛季基本持平,甚至略微下降 从比赛内容上来讲 小郭也没有展现出今夏在青年比赛中明显高于同龄人的天赋和处理球能力 网上的很多朋友也非常关心郭浩文的状态 为了解开这些困惑 我选取了11月17日八一主场对吉林比赛中 小郭参与到的进攻回合作为范本 逐一地分析了下小郭的出手选择 以及他在进攻端对球队整体的贡献 希望这个视频可以帮助大家更加理性地 看待小郭最近所出现的状态起伏 废话不多说,我们直接上录像 本场比赛小郭上场时间为34分钟 达到赛季最高 个人拿下13分10篮板的两双数据 八一获得赛季首胜 第一次郭浩文担当重要角色的进攻回合 发生在第二节的5分24秒 这个球主要是6号郭浩文借掩护来到高位持球 和9号刘航初进行了一个简单的挡拆配合 在突破信协防之后将球传给球场另一侧的富豪 后者空位中投命中 整个战术的设计简单清晰 也取得了非常好的结果 但值得注意的是 小郭在湖顶进行挡拆的时候 田宇祥的选位其实是略微有些靠上的 与郭浩文之间的距离较近 这也直接导致田宇祥的防守者 11号江韦泽 在小郭突破的过程中 很轻易对他进行了干扰 这是一些NV球队 在执行spread pick and roll战术时 无球队员的选位 我们可以发现 如果田宇祥此时的位置 能够更加接近底角的话 小郭的发挥空间将会更大 整个战术执行的效率 以及多变性也将会更高 与这球性质类似的是 第二节三分三十秒的进攻回合 小郭在成功突破吸引协防后 将球分给田宇祥 然而在小郭准备启动突破的瞬间 我们会发现 11号雷蒙已经在沿底线 往球场的另一侧移动 这直接导致 球场左侧的底角 已经被完全清空 如果田宇祥能针对这些变化 及时调整自己的站位的话 在这个情形下 也就是向底角移动 那么田很有可能会获得 更好的出手机会 或者更大的突破空间 在四分二十秒和富豪的挡拆配合中 郭浩文完成了一次 非常精彩的基地传球 后者在接球后轻松上然得分 这个回合体现了郭浩文 在挡拆配合中优秀的决策能力 在第二节一分四十四秒的反击中 八一队在人数上占据优势 这球小郭在处理上并不明智 在突破后遭遇了 对方多名球员的合围 最终在严重的干扰下出现失误 更好的选择是在第一时间 传给旁边的队友田宇祥 在一侧的雷蒙 也用手指的方式提醒了小郭 总体来说 这是一次非常糟糕的进攻选择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第三节一分四十七秒的 这个进攻回合 这个战术的大体思路是 通过一些无球掩护和跑动 使得郭浩文和一名大个球员 在球场的一侧 形成一个二打二的局面 在这个具体的情形下 郭浩文和刘航初 进行了一次手低手挡拆 在配合的过程中 傅豪的跑动出现了一个 不合理的情况 他跑到了球场中间的位置要球 这样的跑位极大的压缩了 小郭挡拆后处理球的空间 让球队整体的站位 处在了一个非常尴尬的状态 尤其是在刘航初接到球以后 傅豪和小郭出现了一个 非常明显的位置重叠 而在本回合中 十七号罗凯文的跑动路线 其实是更加合理的 在挡拆配合发生的时候 罗凯文迅速移动到球场 另一侧的底角 为队友拉开空间的同时 也在回合结束阶段 为自己赢得了空位三分的机会 在比赛的第四节 7分03秒 同样的战术落位 在小郭利用个人能力 突破中路之后 由于此时另一侧 三名队友的站位比较分散 防守人无法在兼顾 自己主要防守对象的同时 对小郭进行干扰 这让小郭获得了直接攻击篮筐的机会 第四节 4分44秒的这个进攻回合 也存在一个类似的 小郭富豪之间2打2的机会 但由于掩护质量的问题 和队员之间的战术交流不明确 使得小郭在简单的尝试之后 就将球交还给胡顶 重新进行组织进攻 第四节的3分20秒 同样出现了一个非常类似的 一侧2打2的情形 富豪此时的站位选择 值得商榷 忠诚可以在兼顾防守他的同时 很有效地阻拦小郭潜在的突破路线 事实上 刘航处的接球单打 最后也是被忠诚的协防所破坏的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 在这几次性质类似的掩护配合当中 战术执行的成功与否和球队选位的空间合理性 有直接关系 像NBA中的一些side pick and roll的例子当中 若测球员的选位也是十分分散的 给持球队员充分发挥的空间 其实在比赛当中 第四节11分左右发生的挡拆 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落位选择 阿尔斯兰也在突破吸引协防后 传给空位的罗凯文 后者三分命中 在第四节8分56秒的进攻回合 小郭在极小的空间内突破到内线 之后通过传球准确地找到了 外线处于空位的阿尔斯兰 只是随后的三分球遗憾地没有命中 第四节的3分46秒 小郭在球队反击中敏锐地发现了快下的雷蒙 完成了一次长距离的传球尝试 可惜的是由于传球力量过大 造成了失误 这两个例子都很好地展现了小郭优秀的球场事业 和寻找空位队友的能力 尽管目前还是会因为传球手法和实际的不成熟 导致一些失误 但随着经验的累积 我个人觉得这个问题会在未来得到很好的改善 纵观以上所有的进攻回合 尽管小郭仍有一些决策上的失误和不合理的选择 但整体来看 他还是很好地展现了自己在支配球上的才华 在我个人看来 加速小郭成长的当务之急 并不一定是增加小郭的比赛时间 或者提升他的战术地位 从数据上看 在本赛季CBA所有20岁以下的球员中 郭浩文以场均10球点2分钟位列出场时间第一 其24.9%的使用率高居81队内第一 目前更需调整的是 在郭浩文主导球队的进攻回合中 81的其他球员需要在以下几点细节上做得更好 从而更大化地释放小郭的进攻天赋 第一 无球队员的落位应该更加分散 第二 球员要根据场上的情况增加无球端的移动和掩护 始终保持球队整体在空间上的合理性 第三 在进行挡拆配合时 掩护人应增加顺下和外弹的比例 适当减少相对低效的背身要求单打 放大小郭在挡拆配合中决策能力的优势 为团队整体创造更好的进攻机会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大家喜欢这期视频 我之后也会分析一下小郭在防守端的表现 我是秋迪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